在大会期进场之后 本年度新一乡乡运开幕式正式开始 在地议员 县长以及地方官员 也都出席参与这个盛会 议员肖志全在支持中非常肯定 此乡运会可以办理到第六十世界 而其免因为这活动 而能孕育出更多的体育人才 我们布隆组原宿民 长期以来在运动方面就相当有天分 其实我们的相运在运域是活手的一个摇篮 今天看到各村相当多的选手 来参与今天的竞赛 我想来祝福所有的选手们 都能够有非常优异的成绩表现 看到每位选手为自己的部落 努力地在场上竞赛 看出他们能代表比赛就是一种荣誉 议员成熟会也希望未来 能够重视各项单项的运动项目 让县内具有体育才华的选手 有发挥的舞台 今天能够举办这场运动会 就表示说我们信力箱 各个机关各个团体 还是一致的对于全民运动 推动的热忱是不减的 所以在这里 祝福也呼吁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能够对于所有单项的运动 来作为共同的一个推动 场上选手不管是学童族或是社会族 都要为自己的社区跑出好成绩来 一旁的加油团也不断发出呐喊鼓励声 让整个运动场充满了激烈又热闹的气氛 而为了能够让这种传统不断地传承下去 部落族人参与度将是最重要的关键 希望我们乡亲能够保持那个传统 如果能够前来为加油 为我们选手来加油的话 尽量过来 这样的话可以看出我们信力箱的精神所在 因为乡运办得好 我们可以看出我们信力箱的团结及进步 一连三天的信力箱乡运在今天降闭幕 而族人期盼乡运能够继续每年办理下去 除了让新一乡体育活动不断地提升外 也增进族人的文化情感交流 米熊黄玉怀新的采访报道